阿利亚,我們每次都享受神的工作 每次都給神改變更神 阿利亚,這次是天空 阿利亚,這次是講到用神的價值觀取代 神的價值觀,輕鬆得勝第五點 大家記得嗎? 1、2、3、4點是甚麼? 輕鬆得勝有三個大部份記得嗎? 第一個大部份是甚麼? 活在神的愛和計劃之中 活在神的愛和計劃之中 第二是處理生命中一切的問題 第三是反揮生命 第一個部份是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記不記得三點是甚麼? 第一是飽得神的前愛 第二是神是凡事祝福的 當我們跟親人祈禱時 神是凡事祝福的 第三是神在我們心裏有奇妙的計劃 第三是基礎 第一是飽得神的愛 第二是神是凡事祝福的 第三是神有奇妙計劃 然後是處理生命 新年時的處理生命是甚麼呢? 就是不給人和環境影響 這是第四點已經過了 這次第五點 就是用神的價值觀取代世界的價值觀 其實價值觀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心中認為甚麼最重要 就是我們心中覺得重要 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其實基本上 為甚麼我們會被價值觀影響 就是我們覺得 人們怎麼看我 我們覺得很重要 人們怎麼看錯我們 或者我們覺得 我有沒有成就 或者我覺得 夠不夠財富 或者我的太太 老公對我好不好 這些全部 基本上 很多時候人是看錯他自己 他自己 那神的價值觀是甚麼呢? 就是以神為先 所以其實價值觀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心目中 甚麼最重要呢? 是自己 還是神呢? 普通人一定是自己的 就算很多人回教堂 他為甚麼呢? 是為自己的 我想 有頂子會關心 這是很多人回教堂的原因 他不是第一次想到去天堂 人呢 是因為有朋友關心 所以不去教堂 這是 的確很多人是因為人的緣故 然後呢 慢慢地他成熟 他就說想上天堂 但這兩個都是為自己的 對不對? 有時信主很想 阿神給我多些錢 讓人順利 都是為自己的 但是呢 聖經教導呢 就是 將神放在首位 這個呢 就是我們價值觀的 最難最難的地方 有人分享三章三十字一起説 他必興亡 我必須微 這句說話 很多人看到 就覺得 哇 好 即是 不是那麼舒服 哇 神興亡我須微 這樣 哇 我變得很微小 但在天堂裡面呢 是很 可以說是一種矛盾 就是當我們越是 須微的時候 神反而是興興運 越是能夠放下自己的仇 越是能夠 即是被神更大的使用 和祝福 但因為我們實際上 太過被我們的自我價值觀影響了 你可以說很容易做到這一點 但也可以說是很難做到這一點 我們的自我價值觀呢 是在很少的事上顯露出來的 很多大事小事 很簡單的事情 顯露出來的 譬如就是 人們跟我們說一些說話 譬如說 你 為何做得不好 我們就很不開心 做得很不開心 做得很不開心的原因 是自己被傷害 有沒有搞錯 我做得這樣 你都不看到我的好的地方 你看不到我努力的地方 於是人們的看法 就影響我們了 為何那麼多人不開心呢 別人說一句說話 或是有人採訪他 或是見到 譬如你回到教堂 有一個人看著你 然後又沒有招呼你 然後走到去 譬如你認識的 但不知為何今天他不採訪你 可能你已經想了很久 做甚麼事呢 是否他生氣了我呢 是否有甚麼原因呢 我們就會很被別人對我們影響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的心裏 就覺得自己很重要 就是我們這個自我的重要性 令到為甚麼那麼多人不能發揮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自我重要性太高了 太重要了 於是我們就容易被人影響了 或者是名牌衣 為甚麼那些人那麼喜歡穿名牌衣呢 我知道有些人他真的 他會用很多錢 那些衣服其實跟很多衣服一樣 但是他因為名牌衣 所以他就貴了很多的 那現在來說 可能很多人又流行甚麼呢 流行那些漂亮的手機 那些iPad之類 那見到別人有的時候 你見到年輕人 哇 個個都拿出來玩 那那個帽子就覺得很不舒服的 即是說自己覺得自己好像不及人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覺得我自己要重要 而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那這件事可以說是一個過程來的 輕鬆得性 我們怎樣能夠得性呢 就真的不給人不給環境 不給任何的影響 人家怎樣看我也不要緊的 人家就算傷害我也不要緊的 好像聽上來又不是很難 不過一出現一件事的時候 譬如有一個人 譬如你的祖縣 忽然間頂一頂你 你可能要說我不回小組了 他這樣頂我 這樣說話 這樣得罪我 我不回了 我不回了 我不知你好試過 即是心裏面 即是你未必真的不回 不過心已經 一聲就湧出那些感覺出來 即是說我不回了 我不想回 可能你最後都真的回 不過心裏面說 有沒有搞錯這樣對我 就是我們的自我放不下 我們其實這個自我價值觀 可以說是 真的我們要由很多地方 大大小小的事上 去看到我們自己 到底被什麼影響 有很多人 就被一個價值觀影響很深 就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其實婚姻是神所賜的 本來人如果不犯罪 我就相信 根本全世界人都是信主 跟同主 每個人都 即是 跟哪一個結婚都會好好的 但人類犯罪之後 就很不平衡了 即是很多外面的人 是不信主的 我們就很 聖經講的 就是我們愈不信 愈不相配 不如同乎一握 這樣的時候 就造成很多人壓力 因為心裡面一定要結婚 那我在QQ 我都接觸很多人 因為我想幫助人的信仰 那我QQ的名字叫什麼呢 我只幫助人認識耶穌和聖靈 這個就是QQ的名字 因為太多人跟我聊天 那我沒有時間聊天 所以我的名字就叫 我只幫助人認識耶穌和聖靈 但是好人都慢衝衝地走來 你在哪裡啊 你幾歲啊 你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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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問這些問題 那我就回答他 我只幫助人認識真神耶穌 我知道他已經不是信耶穌了 如果信耶穌的話 我就會幫他認識聖靈 但是他只是想找人聊天 那我在這個過程 我就接觸過很多基督徒 那你要他什麼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個香港的男朋友 我認識啊 我很想認識一個香港的男朋友 就是很多不同的人 就說到他又離婚了 很孤單 很想能夠找到一個配偶 就是這個成為很多人的重擔 就是覺得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呢 因為覺得如果不結婚 就會被人笑 那些人好像 那些親戚朋友 爸爸媽媽經常都說 你什麼時候 有男朋友啊 我介紹你啊 你什麼時候有女朋友啊 什麼時候介紹你啊 就是會有這樣的隔離 那這個其實是人的隔離 那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重人 怎麼看我們 當然你說 另一件事 有一個人陪是很好的嘛 一個人孤零零回家 一個人這樣 就是孤單 這個是另一件事 孤單 那你就死了怎麼辦 孤單 有很多人來說 覺得很困難 其實神是給我們這種的關係 我們可以多親近神 真是可以經歷到神 如果我們體重神 每天讚你神 你也是可以很飽足的 但是很多人覺得 哇這種生活太像修道士了 那些修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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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圓已是同主 神一定是用你的 你用你的時候 你就一定有很多朋友 其實我一朋友 那天都是 如果你經常都愛人 祝福人 你四處都是朋友 你不會缺小朋友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來說 他是太多人對他有興趣 不是沒有人對他有興趣 因為他會 他對人關心 對人好 这样的时候,变成要选择神的旨意,不是随意找一个人去结婚 但有很多人说,能够结婚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愿望 当时我们曾经在圣经大学,有个人说 耶稣就会回来,你最想什么? 每个人都说,想全夫 有个人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结婚 耶稣回来,我只要结婚 看耶稣回来,我都未结婚 就是我们的自我,想要得到的人 每个人是不同的 但不外呢,都是我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钱?得到什么地位?得到什么名?得到什么成功? 我做到什么?有多少人看重我? 尽管事奉也会过,事奉会有压力,很想我成为伟大的祖长,伟大的传道人 伟大的信徒,满有能力,能力恩高 有些人追求恩高,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恩多厉害 一祈祷,有人过了经历圣灵 真的很威衰 真的很想有这个恩高 真的很威衰 到时一祈祷,每个人都经历圣灵 这个变成不是想着神 他是高举战的方法 所以有些人会推人 为什么呢? 所以被布洛伯格,每个人都跌倒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形象 令人觉得经历圣灵是推人 不过我又不否认,有时推人会经历圣灵 有时,但一拍下去,他就会发现经历圣灵 不过,这样做法有时会令人以为你推低他 其实就做相反 但是,他有能力,不过果效相反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以,如果我们在训练成年恩高 我都希望大家不要说 我追求很求你恩高 一直要帮他的经历 我亦都有一些人,我曾经和他一起 有试过合作 我发现他为人祈祷,他就是这样的 那个人就往后一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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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说我觉得 他給人的感覺是好自推的感覺 他不是真的推掉他 不然他一退後sense他就頂住他 一退後sense他就頂住他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聖靈的工作 是人很想自己達到某件事 就會有這種驕傲 其實這樣神不喜歡 我仍然好像你建屋 你建幾塊磚又拆幾塊 你一邊侍奉神 神又放一些驕傲下去 又放一些自我為中心 你一邊建一邊拆一邊拆 你一世人都是建屋 總是建不完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建呢 是否應該 既然完全將神膏矩 完全是放下自我 但這個東西我可以說 是每天要釘死的 每天要告訴自己 神體重我的 神很愛我的 神很愛周圍的人 我是很寶貴的 給人體重不要緊的 這些不重要的事 我是否成功不是最重要的 我侍奉的果效不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們是想要信耶穌 不過但有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混合 很簡單 你的小組多人 你真的很開心 心花怒放 這個沒問題 不過你感謝神 但你不要因為這樣 而覺得很有安全感 怎知道下個禮拜 那些人給了一部龍 又沒有發 那時候你的安全感 就好像馬上崩潰了 那時候 我們那個價值觀 就放在我們侍奉的果效 那就變成一個禮拜高 一個禮拜低 就是有時候我都會 帶領一些聚會 或者幫助一群人 發覺很少人 我自己都有不舒服 那我立刻告訴自己 今天幾少人都不要緊 有時候我去到一些地方 他會說 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只有好少人 我說不要緊的 好少人都可以祝福他 即是說 不是著重我們自己 適奉的果效 而是神 我們心裏 到底有幾樣東西 是體重神的價值觀 體重神的事情 還是體重人的事情 好了 世界的價值觀是什麼 其中一些世界的價值觀 我們一起讀好嗎 人不為己 天諸地烈 藍大當分 女大當嫁 各人自素門前述 幫助人或奉獻 就是全身 被人看得起 忍重要 要討好人 奉茶作氣 人在江湖 身分而起 即這都是一些人 他會有的價值觀 即是被世界影響 第一就是要為自己 怎樣都為自己 其中一個例子 再試一下另一個例子 有時我們會很想 將人們拔去我們的教會 和小組 你拔去的未信是非常好的 但有時人們會有一個 很想 看到一個基督徒這麼好 喂 你去我小組 很好的 我小組 其實在做的時候 人不為己 天諸地烈 我小組多一個人 那一刻這麼好 但沒有想到 我們在偷人的羊 其實是神的喜悅 神說你幫助我 放下意念 不要為自己 即是教會都可以 一樣為自己 不是為神的研究 男弟當分 女弟當嫁 如果當中有 還是單身的 那我希望 能夠自己 我單身都可以好喜樂 我單身都可以享受神的 我單身很有自由 去侍奉主的 真的好 我隨時隨地可以出發 但如果有家庭 他一定要跟家人配合 但我隨時隨地 我想做什麼 我每天晚上都可以 我做什麼都可以 即是 變成了一個自由 我要享受生命 這樣的時候 心就沒有一種重擔 大家可能見過一些 基督徒 他是單身 上一年來 開始他性格怪怪地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裡面積藏了很多 傷痛 他很想能夠見到婚 但他又見不到婚 他每天見到別人一起 他心就不歡喜了 他心裡面很辛苦 這種的辛苦積聚 就變成了 即有時會變成 極端 就變成一些 即是怪怪地 或者甚至變成變態 即是怎樣呢 不正常 那這個心態 不是只有這件事 譬如人想成功 也都可以變得不正常 我認識曾經有一個傳道人 他經常都叫他的教育 如何去尊重他 對他好 那他有一次生日 他就有人叫恩子 你們各個寫 有些什麼對我欣賞的地方 就叫人各個去寫 即他就很體重 別人如何去看他 一些欣賞的說話 這個就是看動機的 即這個動機可以是不好 如果他亦都說 你有什麼提議可以寫的 這樣就健康一些 如果他即是說 OK 我生日 你們寫一些東西 是要欣賞我的 這樣寫出來 這樣就變成人家 變成一種壓迫感 即一定要欣賞他 就是因為他很想 能夠自己覺得舒服 那有一種心態 有一種心態 在心理學上 有一種性格 叫做什麼 女主人心態 他其實不是這個名字 第二就是 女主人很多時候 會有這種情況 那種女主人 你可能會想像一下 就是他一招呼朋友 他好像一隻蝴蝶一樣 很開心的 很多客人 你看 很多東西吃 你快點吃 開心吃 那種女主人 就很喜歡對人好的 不過有一點 就是那些人 對他好是很重要的 那些人說 你真的做的東西 真是好吃 你的頭髮真是漂亮 你的衣服真是漂亮 這個女主人 就很開心 但如果這個女主人 做的東西吃 那些人又不是很厚 接著又沒有人留意到 她穿的衣服 這個女主人 可能就很不開心 那一筆落 真的 哎呀 我做的頭髮這麼漂亮 沒有人看到的 我做的衣服這麼漂亮 這麼多錢 賣回來 居然沒有人留意到 這個是很想人家 注意到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可以應用在教會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領會 很想人家看到他 怎麼樣 就是我們潛意識裡面 都會可以有這種情況 就好像將自己高舉 那你說 哇 好像很微細 但是我們就能够處理到 你的微細 但是處理方法 不是就是說 我有些好像要人托我 那我不要托 按住他 不要托 不要托 不是這樣的方法 是怎麼樣 耶穌你是最好的 耶穌祝福人最重要 人家看到耶穌 不是看到我 另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為人祈禱 那他就 哇 真的病好了 那作見證呢 我們很想他說 啊 我本來很辛苦 不過呢 某某呢 和我站不到 我真的整個人舒服了 這件事 可以是 就是他是對的 不過如果我們成了一種心態 很想他提我們的名字的時候 有時是變了我們的驕傲 就是我們最想人是說 神真的祝福他 他說有個人去祈禱 然後他經歷四年 這個不是一個錯 不過是否我們將這件事放高呢 就是這件事可以不是錯 怎麼樣呢 譬如在我網上也有很多人說到 他說我站不到之後他怎麼樣 但我經常都跟他說 我說呢 其實我是任人怎麼說的 我說到你一定要說我為你祈禱 那些人這樣說 那我就會跟他說 你的生命有什麼改變 還有我鼓勵人 你可以給神用 就是不要很著重 你說這件事 一定要說回 誰為你祈禱 那個人祈禱之後 怎麼樣 就變成了 好像要高舉一個人 就是我們心裡面 這些可能是很輕微的一件事 但會影響我們 這就是價值觀 覺得人的托著我們 是很重要的 那怎樣處理呢 就不是說 好了 不要托著自己了 不要托自己了 總之按住他 而不是這樣 而是神你真的好 神你真的好 神祝福那個人真的好 願神的名德和榮耀 真是每個人都見到 都說 耶穌真是光彩 真是好 而不是我們光彩 如果我們有人說 你真的好 多謝你 多謝你 這個不是錯的 只要我們的心 不要說 哎呀我真是很厲害 哎呀今天真是很厲害 哎呀 真是真是很厲害 變成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了 張榮逸歸致 就是自己的價值觀 這個是一線之差 神都跟我講過說話 事其而討 那些人很經歷 我心裡面 心花六荒 神提醒我 你要立刻 整天想著 真心的想著 多謝神呀 神的工作 而不是真心說 哇 現在的恩高除了 真是好 我自己要提點 為何我會這樣小心呢 因為 我的生命 我的事奉 我的一切 都是神來的 如果我奪取神的榮耀 我就是建屋又拆屋 那為何要這樣做呢 是很無謂的 所以我們既然建屋 我們就全心 康復在神面前 但這個實際上 我真的承認 是不容易的 但是 因為我看重神 我就告訴自己 最重要是我做神的工作 不要緊的 我生命都給了耶穌 當你有這個心 其實你就已經是 有神的價值觀 我們的生命都給了耶穌 不要緊的 我怎樣死都不要緊 我曾經這樣想過 我不是看小我 或者看小自己 我這樣想過 我有一天 我死的時候 可能譬如在醫院 在某個地方 放一個屍體在那裡 這個就是我 跟其他人死得一樣 沒有什麼分別 我想說 我不是很厲害 我要說這次 我死的都是一個人 都一樣會負爛的 我就不要看得自己 這麼厲害 但是我們就很寶貴 這個 就是很寶貴 不過我不是很厲害 很寶貴 即是說我是神體重 我可以大大發揮 不過呢 我都是人一個 死的都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我給神用 我發揮生命 這個就是調教自己內心 我感覺到神一直調教我 他調教我的時候 我感覺到是 有些驕惡 或者有時候 那天沒什麼人經歷 心裡都不舒服 我就說 不要緊的 還有我自己這樣 有時候 那些人經驗到 我都想想他的感覺 不是想我的感覺 他沒有經歷 可能會很不舒服 我說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多親親神愛神就可以了 但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你不夠投入 你投入多些 可能你經歷了神 我是說 你這麼多投入 你這麼愛主 耶穌很好的 耶穌祝福你 即是強調在正念那裡 就不要強調在他沒有做到的地方 那他變成你奇妥 他又沒有經歷 跟著你說 你已經不投入的 你下次來 回去自己奇多一點 我聽過有人這樣說 他奇妥沒有經歷 就被人罵 不投入 不行 你不合格 變成人的 即是他看重的過效 神幫助我們 能夠醒察內心 聲明又很特別 會說話 心裡總是 有這麼多驕傲 有這麼多看重人的看法 或者容易被人傷害 神會提醒我們 另外就是 各人自信活戰書 我去到很多教會 我都覺得很可惜 就是很多人 那些新人來 是好像沒有什麼人有感覺 那樣的 即是我心是很不舒服 那我很多時候都問 即是我自己以前教會都是這樣 我就訓練他們 關心人 他們真的關心我 就是 你好你好 你好 我叫什麼名字 然後說完 他走過去幾個 好朋友就聊天 那個新人 就自己站在那裡 好像是 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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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那裡 那幾個就聊得很開心 這個呢 站在那裡 就站在那裡 坐在那裡 他說 我不懂得說 我不知道說什麼 於是他們就沒有去 即是繼續去和這樣溝通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種 即是說 自己顧自己 很舒服 因為幾個基督徒很舒服 但沒有想到那些新來的人 是很舒服 或者就不只是新來 教堂裡面總有很多 不是那麼投入的人 他回來很久 你會不會去到教堂 都會看看那些人 很多人沒有人理會 會不會走過去理會他們 很多人覺得很難的 因為覺得很 可能他會拒絕我 可能很不自然的 即是他會覺得我很怪的 這一種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面子 就是我們的自我價值觀 我的重要性 即是我的重要性 可以在面子裡表現出來 就是我面子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和你聊天 譬如這樣 另一種情況 一個就不自然 另一個情況 就是你見到一個人 你和他聊天 怎知道他 你問他 即是沒有什麼反應 一些表情好像很藐視 然後我們又受傷害 下次我一定不會再理他們 即是變成我們 又是我們的自我受傷害 但我們會說 他可能呢 他就一向 可能不習慣和人聊天 又不懂得去關心人 所以我關心他 他也很怕 其實他很懼怕 其實我可以祝福他的 不過如果他不接受 也不要緊 那我就幫別人 這個是健康的心態 即是怎樣呢 他拒絕我 是他的問題 你都可能體諒他 可能他以前受過的傷害 於是他就不會回應我 他不敢覺得 新人他不敢和我聊天 而呢 我去祝福他 但如果他不接受 也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拒絕就拒絕了 又幫別人 你會不會這樣 這個心態很少人有的 被人拒絕過幾次 唉 變個鬼都怕黑了 以後 以後不會再跟陌生人聊天 這樣就變成 因為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聽我說的時候 希望大家會看到 原來我們自己的自我這麼重要 即是我們影響原來我們的自我 還有這麼多人沒有發揮 這裡我希望 我不是想讓大家內疚感 我在這裡 我是想訓練你們 比如領下敬拜 放膽也要做 如果你願意出來領下 一起祈禱的 如果你想出來分享一下信息的 分享你的見證的 我鼓勵你 但你出來的時候 就盡量靠著耶穌有力量去做 有很多人就很怕 很怕就 糟了 嘩 做得不好怎麼辦 這個是我發覺很多時候 我昨天都訓練人領領拜 我發覺每個人都不敢 於是我就用一個簡單方法 我就講一句 我講一句 我講一句 講一下就好了 我講幾句 你用你的方法講 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 他們就制和 比較容易一些 我希望大家這裡當中 如果你是因為懼怕而不去試 我希望你會想 衝破這種懼怕 不要讓你的生命 限制於我們的懼怕 可以嗎 可不可以放膽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 在這幾方面 能夠有些 試一下衝破 你想不想在這幾方面 衝破一下 你想的 你舉手 好嗎 好 那就是主了 那你們 今天有的你就快點做 有誰願意做 或者下次愈未定 預備令 告訴我 預備 討告 預備得最好的 衝破這種懼怕 裡面有沒有些懼怕 好像怕出來就死了 做得不好怎麼辦 其實放 好放 不管別人怎麼看 這樣就OK 投入去看到神的恩見 或者覺得幫助人 或者奉獻就是損失 好像幫助人用了錢 但其實這個觀念 我們要習慣這件事 譬如有一個新人來 你想請他吃飯 你這樣想 其實神很喜歡你請他吃飯 那些錢 神會是紀念祝福我們 有這個觀念 我們就會刻意做些事 就不會怕損失 怕損失而去做 或者是奉獻的時候 能夠甘心樂意 相信做在主身上 神一定紀念 神一定祝福 人們看得起很重要 就算都說過 或者討好人 有些人很重要 就算基督中也有 有些大牧者 每個人都很討好他 對他非常好 但很多平凡的信徒 好像沒有太多人看重他 那些態度 是對一些大牧者 特別殷勤的 但對某些人 那個態度是很殷勤的 都希望我們能夠 不是為了討好某些人 而是真的為了 為了祝福人 不計較他是誰 都不要緊 我都是要祝福他的 人在光榮身份有多難 有些人說不是 我的意思是甚麼 你整班同事 都會說一些閒話 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說話 因為在這種情況 實際上基督是很困難 為何能夠一方面跟他有關係 另一方面又不給他影響 這是很困難的 如果他說的是不好 譬如說閒話 基督是我們要制止自己的事 但很多時候會因為周圍的人 有些人在做這些事 或者有時基督是在一起的時候 出了教堂門口 都會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說話 譬如說 這個牧師說得不好聽 聽完說甚麼 一個人說 另一個人說 是的 幾個一直在批評 這個在基督當中的逢長作氣 他就是這樣 我跟著就是這樣 求主幫助我們 聽到別人說別人 不要馬上告訴他 我們為他祈禱 我們不要說他的不好的事 不要說閒話 用正面的去找方法 如果你真的說他的問題 你正面跟他說 來到這些世界的價值觀 由屬神的價值觀 其實在聖經裡都是說的 最重要其實是正師的一句 他必興奉 我必須 如果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神的價值觀 我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在世上的日子 我就被神用 我要祝福人 這是最重要的 我會病 我會死 我會損失 都不重要的 神一定會照顧我的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這些所有我都會跟著做 其實聖經裡充滿神的價值觀的 就是愛神 真的體重神 由愛人 每一個生命都很寶貴的 每一個我能夠祝福都是很寶貴的 如果我們這樣做 我們就在教堂 就會祝福更多人 出去外面也會祝福更多人 施比授更為有福 經常都是給人的 神一定看顧順目的人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還有呢 神切婚姻或者獨身 都是美好的 不要緊的 是單身就單身 都可以享受神的生命 更加發揮的 那就是神我是單身的 其實我起初不打算不結婚 就是我 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我直接想著 我就是去宣教 拿著一個行李 就是這樣四處去的 就是我最初是想像這樣 因為我真是很享受神 不要緊 我一個人自己一邊祈禱 祈禱 有機會有服侍 我自己一邊祈禱 我又覺得很享受 但是神的計劃給我 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想是這樣 神給我一個非常好的太太 是給我事物上很大的幫助 就是神有祂的計劃 我們不能夠說 你清醒神一定神會給你一個配合 我們不知道 但是總之祂給我們什麼呢 我們都能夠享受的 都感謝神的 還有為神和為人犧牲 都是有福的 還有神完美的計劃是最好的 那這件事是我經常在心裡說的 有什麼坦白都好 我就說不要緊的 神有計劃 一定要的問題沒有問題的 神一定有出路的 今天發生的事 神一定有祂的意義 就是每一樣有祂的意義 我經歷這件事 有什麼意義呢 神一定有要做的 我要跟從神 給神用 就是我經常在心信 神有計劃在我身上 哇很寶貴 每一個都是寶貴 就是我有提醒 我不是只有我寶貴 人人都是寶貴 建立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 有時候有些人是怎樣呢 他很寶貴 不過其他人就像寶貴 自己最寶貴最重要 其他人呢 他自己會搞定自己 其實在天國很特別 你托起人 你幫助人行一神計劃 你就自然行一神計劃 你只是獨善其身 自己做好自己 反而就不在神計劃 有時候神應該做的事 不是那些 正式批落給你做的 譬如你是傳道人 或者你是組長 你做的小組 有時候不是的 忽然間有個人 跟你的小組無關 是另一個教會 但你就祝福他 但你又不是拔了他們 來的教會 你就祝福他 這樣的時候 神喜悅 有很多這些 日常碰到的人 跟我們教會無關 我們祝福他 一面之緣 我們就祝福他 這就是一個私比壽 和有福的心 和我經常看出 每一個都是很寶貴的 每一個都是很寶貴的 跟教練說 你是非常寶貴的 你是非常寶貴的 我好提出你的 我好提出你的 你也有 每個都是很寶貴的 你們逛街 你們經常說 他們都是很寶貴的 神來祝福他們 拯救他們 在教堂是神 每個都很寶貴 雖然每個都有弱點 不過不重要 有弱點不重要 神都可以用 求主耶穌幫助他們 那些弱點 能夠神幫助他們處理 然後發揮生命 而我們能夠處理 今天我所說 你能夠處理到 內心的負面影響 世界的價值觀影響 而能夠經常用神的價值觀 不斷祝福人 你應該人家會鬆的 人家說什麼也不要緊 發生什麼事也不要緊 總之就是祝福人 就算做得不好也不要緊 我繼續祝福人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好了 這裏用些例子 人彪伯 我要我結婚 任何都好 不是不緊要 不要看到那個迫伯 這麼緊要事 我覺得很緊要 哇 他說他 喂 你有了不是有了 這句話在耳中 反覆思想幾千次 這種變成了一種傷害 我們就求耶穌幫助他 不緊要的 沒有所謂 那你 一定要釋放的 這件事一定要釋放的 心悶呢 你就要釋放的 凡是那些心悶呢 你就要釋放的 一 用聖經的價值觀 看不看這個得四五部曲 得四五部曲 是不是有 第一 敏感這個問題 就是敏感的問題 或者是罪 敏感的問題 第二 只要它破壞性 第三 用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得利 第五 選擇跟從神 譬如 例子 有人說 你什麼時候結婚了 我們心裡很不開心 這個重淡 就敏感到這個感覺 接著之後它是破壞性 為什麼呢 我們繼續這樣想的時候 就是不開心了 這個破壞性 第三 用聖經處理 不要緊的 那些沒有孩子 那些 沒有兒女 沒有丈夫 那些兒女 比那些有丈夫更多 我可以給神 使用更大的祝福 用聖經處理 我是很寶貴的 我不結婚也很寶貴 人家說 喂 你還未結婚了 哈利利亞 感謝主 我還未結婚 可以侍奉主 就是用一種喜樂的心 我還未結婚 哈利利亞 就好像 一說 沒有結婚 我 立刻 立刻 他在身上 就覺得 哎呀 他點了我死穴 他死穴 他說 不要緊的 即是自己要講到自己 沒有問題的 輕散的 用聖經處理 又親近神得力 又選擇 可以選擇 不要緊的 讀生是夢福的 哈利利亞 我是可以夢福的 當你有這種心態 可能神就為你預備一個 又可能神都叫你一路讀生 又沒有所謂 即其實 怎樣都沒有所謂 我讀生不是問題 家人可疏 可以不用理會 你可以聽他說 不過不用放在心上 不用反覆思想 不用經常想著 人們說我賺錢不夠多 即有時我們的錢不夠多 或者買東西不夠 那些 為甚麼你穿的衣服 都是這樣 即有人跟你說句話 你買些名牌東西 買些甚麼甚麼 買些漂亮的東西 即有人說句話的時候 不要緊的 我買不到名牌的產品 都不要緊的 我錢不夠不要緊 我賺你神有喜樂 有福氣的 神會給我的 即心裏面 不要見到 你的同學 每個個這麼有錢 真是心有點酸酸的 其實我以前的同學 有些是很成功的 在社會上 社會上 很成功 很多錢的 很成功的 我有同學會 有些是大學校長 很厲害的 但在我心裏面 其實已經不是一種影響 但因為老祖 我應該說不要緊的 有些人很成功 就OK的 感謝耶穌祝福祂 求祈耶穌幫助祂 能夠得盡最好的福氣 即不要給祂影響 有時見到 有時參加同學會 有時有些人會心酸 為甚麼 因為同學 不是個個都很成功 有些又很up up 不過有些很成功 我們看到 就可能不舒服 你要處理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去同學會 那就是神阿里祂 他們很成功 那就是求祈祝福祂得的耶穌 有些人不接納 有些人不接納 這是很多人影響的 例如年輕人 那些同學不理會 他們很厲害 但其實大了也是這樣的 不過我們沒有表露出來 在少了些人不理會我們 說話可以 我們 或者有時組長說 你有甚麼要改 我們馬上很受傷害 這就是 他有時是很容易 但我們自己裏面 又會受傷害 那我這樣形容一下 人的說話 第一 他說話的訊息 第一 說話 有一個情緒 很多時候會有情緒 就是有時候 很多時候 負面 有時候會是正面都有的 就是他很開心 很開心 就是人的說話 會帶有情緒 另一方面 我們聽人的說話 第一聽到訊息 第二聽到情緒 有情緒 譬如這樣說 有個人說 你買了車沒有 你住在哪裏 他就問你 那你又不好意思說 我住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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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 他說他那裏很漂亮 很大 那你可能在心裏面 就會有一種 負面的感覺 在裏面 有時我們 不知各地的那種感覺 會走出來 令到我們 當一比較的時候 就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這就是一種的價值觀 就是 我們求耶穌幫助我們 不要緊的 我自己跟自己說 不要緊的 我告訴別人 我就是住在一個很小很小的地方 我很開心 那裏 因為你說開心 就好像說 證明我住在一輩子都不要緊 我就是住在那條街 那條街的屋 全都是很小的 我就是住在那裏 那有人說 你住在那裏 我住得很開心 有時我們 見博反而又好像證明自己 有些 自己都說自己都不夠 不吸引 有種不舒服的感覺 這都是潛意識裏面 有一種的價值觀的影響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或者有些 做 推銷 旁邊那個 這個月推銷 不知幾宗 我才得幾宗 一看下去 又很醜敗 這個第一 又會影響我們的內心 有時 上司又說 你做得這麼少 有一種壓力感 又是一種不開心的 那你說怎麼辦呢 我真的做得這麼少 怎麼辦呢 你的心就說 神我走你的路 神你一定祝福 如果我真的被炒魚 就炒得神你 我只靠神你為我開路 但我可以做得好的 我就求主幫我做得更好 這方面 即是做得好 我做得不夠好 不要緊的 不死得 我不會死的 這件事很重要 其中一件事 一個價值觀 是怕失敗 失敗很嚴重 不及人是很嚴重 即是成功 缺乏成功是很淒涼的 這種也是影響很多人 我覺得很慘 告訴自己 現在我宣告 奉耶穌名宣告 耶穌名宣告 失敗不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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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努力就行了 繼續努力 我不及人不緊要的 不及人不緊要的 人家比我厲害 不緊要的 我繼續努力就行了 耶穌喜悦我 耶穌喜悦我 我親眼神 耶穌喜悦我 我親眼神 耶穌喜悦我 我不及人也不緊要的 耶穌看錯我 就最緊要的了 阿里路亞 我不想被人踩下 阿里路亞 阿里路亞 有時有些感覺 好像周圍的人那麼聰明 自己就好像不及人 有時小組都會 那個人帶了幾個人回來 我們總是帶不到 只帶了一個 帶一個又走了 那個又帶了幾個 留在那裏 那你見到他 有時有些人會見到 很心酸和妒忌 妒忌又是神不喜歡 那是策畏的合一 你要欣賞他 你真的好了 行不行 跟他旁邊說 你真的好了 做得很厲害 假想這個 不是做得很厲害 你看 你做得很厲害 能不能這樣欣賞他 譬如同事做得很厲害 你真的很厲害 欣賞他 有些人說不出口 為甚麼呢 因為心 真是 唉 真是 唉 最好你 善呀 焦皮 最好你 讓老闆知道 其實我比你厲害 不過你現在暫時 好像老闆喜歡你多些 心中有些不服 我們求書有些幫忙 不要給那種成功感的影響 難於接受自己失敗 不要緊的 別人問你住在哪裏 不要緊的 就是那間很小的屋 又不用解釋 是吧 我住在那裏很舒服 不用解釋的 就是你住的心很平安 他就覺得可以的 你要解釋大 其實我本來住在那裏很大 不過我找不到 就住在那裏很小 知道你不舒服 我們會知道 即是別人會知道 我們有時不舒服 不如你問你 我少了幾個人 唉 就是 那些機會來到 就很少了 解釋 那是五個 就是五個 就是五個 不要緊的 人少不要緊的 是吧 共耶穌來 我們少了人少 不要緊的 是吧 但是我們努力 是吧 這就是潛在的價值觀 有沒有發現這些價值觀 影響我們 主耶穌幫助 我們今天就是說 其實一個人 越是處理到生命 的心願是輕盛 不給影響 每天放鬆 越放鬆 就越做得更加好 看重神的事 不是看重自己成不成功 這個價值觀是最重要的 耶穌的旨意成就 他必希望 我必須美 一起說 他必希望 我必須美 阿里雷亞 有耶穌 輕輕鬆鬆 阿里雷亞 因為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是很重的 你有沒有發現世界的人很重 因為他不成功 他就很不開心 他成功 他又會驕傲 又不開心 他又覺得他成功 沒有人欣賞他 他又不開心 但是我們成功又好 不是那麼成功 都那麼開心 他又輕鬆 他就輕鬆 他告訴你 不要緊的 我做得不夠好 不要緊的 阿里雷亞 聖靈恩高美金 OK的 無所謂的 繼續親近神 神就會賜給我們的 就是幫我們處理我們的內心 可能我們每一個人不同的 今天我們都一起起床 我會今天為大家祈禱 但我們看到我們 我也會被抓到了 然後祈禱 それ還是繼續